来看看 网路上有一个人 劝败红人486 不管你认不认识他 他最近跨足手工皂市场 推出的这个手工皂 主打说这个功能很不一样 说洗了这个手工皂 还可以消灾解恶 甚至还找来了道士开谈 帮他的手工皂加持 宣称这种方式在以前 是要望足才有办法做的 听起来真的是故事性 话题性十足 而其实您知道吗 很多手工皂 都是会有一样 很类似的这种品牌故事 其中就有一些必备的元素 包括这个发明手工皂的 这个老板 他本身一定会有什么 异味性皮肤炎 然后就研发成功了 这个手工皂 接下来他们一定都是很环保 然后爱用在地的材料等等 最后大家都是遵循 传统古法来制造 不过就是洗手嘛 看起来没啥特别 但这样洗洗洗 搓搓搓 业者号称能靠这块手工皂 洗掉厄运 今天有人打电话来说 他明亮就成了尝试 所以他希望说他赶快手工皂 可能他不是想回来 他想要洗一下这样 小小手工皂被形容的功能可不小 看看盒装上头身份标示 磨草 磨草精油 橄榄油 石碱汗水 神秘配方添加在哪 外面有在卖磨草的这个 这个口味 我们只是做这样一个镜服 店员口中的镜服 就是指有请道长开坛 为手工皂加持 原来这是劝败红人486旗下的产品 跨足手工皂市场 噱头有够多 镜服皂号称是以前有钱地方旺族 才有办法使用 因为请人开探一次 可得花费一大碟厚厚厚红包 还有爱情相思皂 文昌皂和财神皂等等 各种疑难杂症都包了 这么多渊源就因为没故事 别想卖手工皂 有网友整理出手工皂品牌 行销的必备元素 包括老板一开始 一定自己有肌肤问题 异味性皮肤炎 而且宣称遵循阿嬷古法 提倡无污染 最后还有爱用在地素材 手工皂它天然环保 无毒子的这些特性 那我们就针对这些关键之下 去做搜寻 发现讨论的声量是最大的 时间有网络数据 分析手工皂讨论议题 果真如此 最上提到的就是天然环保 再来是保湿美容 以及传统古法制造 使用台湾在地原料 也是宣传重点 小小平凡肥皂 多了故事性 这回还有人请到众神明家池 难怪手工皂 身价跟着水涨船高 东森新闻在台北报导